这是我的解释 我就说 医院有一个旗友是吧 我们进医院的时候吧 人家就告诉我了 说你一会儿去我那儿玩会儿去 结果到了医院 这不是检查完了 他当时也没有说 他身体特别不舒服是吧 那我肯定是陪他回去 当时我可能也不太注意 当时岁数也小 反正这个事吧 事后他跟我说了以后 我也是特别后悔 要不我现在经常跟我们那儿 小年轻的经常说 我说你们啊 这个什么产检啊 这个生孩子以前 这一套检查吧 你都得全程陪护 否则的话到时候 记你一辈子 这是有痛苦的 对 得一辈子就一件事说了 行行行 咱们这事给记下来了 这件事我确实记一辈子 每次说起来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好 为了不让您哭出来 咱们说下一件事 下一件事 后来就觉得 可能生了孩子以后 会好点吧 结果生孩子以后 还是那样 该玩就玩 不着家 完了 我上班回家一进家门 他是吃什么东西 什么苹果糊 梨糊 小鸟皮 随地扔 吃到哪扔到哪 我一进家就跟他发火 经常吵 后来孩子学会走以前 我们家因为离石家庄 一百多里地吧 回娘家需要坐长途车 我就说陪我一起回去吧 带着孩子 因为我一个人不方便嘛 孩子那时候不会走 那时候坐车也不规范 他都是挤 挤着买车票 上去一帮人在一块挤着买车票 完了 就不陪我 就不陪 怎么说也不陪 这个就是说大部分都陪了 就是可能就一次两次了 反正就记住了是这个问题 就那一次两次需要他 因为当时孩子小 其他孩子大了 您说话也不太客观了 不能说那一两次没去就是需要 就那两次 为什么呀 因为就那一段时间 孩子不会走 最困难的时候我让他去 他就不去 其实我怎么个人感受是会走了才困难呢 他能跑了才困难 不会走多好白痴 会走以后 我自己带着就回去了 他再不去我不求他 我自己就带 孩子可以站到哪儿 我就可以上洗手间什么的 就可以不用抱着孩子了 就是 就这个意思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没去 对 跟你去多去少没关系 是这意思吧 就那是最需要他 行 还有吗 还有就是孩子 上四五年级的时候 我就工作原因嘛 我就调动到外地了 外地工作 因为他什么家务也不会做嘛 他也是觉得 我走了怎么办呀 对呀 那时候我不走也不行 我就跟他说 没有关系 你就保证你俩饿不着 别饿坏了就行了 孩子吃饱 你吃饱就行 其他的活 我周六周日回来我站 吃得挺饱的吗 到现在为止 孩子也长大了吧 做得不错呀 确实他也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对呀 他也就是把孩子吃饱算了 其他的家务活哪个也不干 周六周日回来我就开始忙啊 我把我累的 而且你像这些家庭琐事 他不管吧 大事也不管 大事 你想买房子吧 买房子 装修吧 这些 应该是男的干的活 不管啊 全是我的事 从张罗手续 完了最后那个操制 都是我的事 偶尔让他干点现成活 也干不好 先问问这个 装修是因为什么呀 他提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他在那盯着的时候吧 他特别仔细 人家喵着有点那个错了 摸不云的 有点这个这个线走歪了啊 他总在那提 人家那个师傅们特别愿意 让我在那盯着 因为我在那老跟他们唠嗑 这就老说我 老闲我不说人家 我说那个师傅们都说 你别去了 叫你们老头去吧 愿意让我去 是是是 我是有时间我就去了 我实在没时间 让他去盯着 你就起来盯着不好 对 回来以后墙面也没抹平 那缝都是歪的 不是 装修队的问题吧 他在那给人讲故事 陪着人家玩 人家喜欢他不喜欢我 我是老条毛病啊 是